警方說 晚上7時起 大批蒙面暴徒以雜物駕設路障 堵塞九龍區主要馬路 有路邊燈柱被割斷 作為路障的雜物被焚燒 另外警方說 油尖旺區多間商店和咖啡店 先後被闖入大肆堵亂和中火 有市民在旺角 被蒙面暴徒強行折停 檢查手機和圍偶 警方說 蒙面暴徒公然挑戰法治 令人發指 絕不中用孤式違反分子